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整个营销规划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营销节奏的制定 我们在营销的规划里边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整个市场里边 它会有三个点会集中爆发的销量 所以我们在营销节奏的制定里边 也是为去配合这三个点 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类目的其他的这种大型的节庆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营销节奏就是营销工作资深所特有的均匀的有规律的工作进程 它是营销工作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制定营销节奏 还有我们怎么去制定营销节奏 我们来看一下 一份有效的营销节奏计划是实现营销成功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 营销节奏是我们去迎合这个市场来做的一个节奏规划 如果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营销节奏 比如说我一月怎么做 二月怎么做 三月怎么做 四月怎么做 这一整年我怎么去做 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个行业在一月份原则上大家是怎么做的 它的爆发期是在几年 这个营销节奏对我们来讲就是错误的 它导致的是什么 有可能我们在比如说年终处大型的节契的时候 没有货 或者是货的价格特别高 我们在四月份销售的最淡的时候货多了 对我们整个生产还有销售都产生了很大的脱节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资金的占用就很恐怖 我们就没有作为那种生产型的淘宝企业 那它就没有资金没有现金流 那对企业在五月六月的这种销售和生产上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营销节奏的制定是十分关键 我们要按照整个市场和竞争状况的来制定我们的营销节奏 第二就是认识你的客户 你是什么样的消费者 什么样的人会消费你的产品 我们通过后台的数据模方还有量子横道之类 我们都可以分析出来 那么我们的客户是什么样的客户 那我们要根据我们的客户来购买我们产品的客户去制定营销节奏 比如说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学生 那我非要把暑假作为它最淡的基金 那可能你的库存没跟上 但是这个时候学生都放假了 大家天天在上网 天天都在购买东西 那你这个客户你就损失掉 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客户 第三挑选一个合适的地方 挑选一个合适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品牌是区域性的品牌 我们通过后台的数据模方可以发现 有一些品牌在某一个区域 它的占比比知名品牌还要高 所以我们在制定营销节奏的时候 我们会制定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区域投放 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来做我们的产品 那就是适当的区域 我们通过我们强势的区域 可以把我们的相对来说 站外和站内的费用降到最低 转化率提升到最高 通过这种方式增加店铺的人气 然后把店铺的名气和人气做上了以后 我们再去其他区域去推广 这也是我们制定整年营销节奏的时候 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第四就是创意的营销信息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这种热门的话题 有很多热门的事件 比如说今年的双事一 就是脱光 裸架 都是这种比较敏感的字眼 也吸引人 如果你的创意 你非要去打一个五折 可能就没有人看 因为你不够心潮 所以我们在创意营销的时候 创意好的营销信息 也是对我们整个营销节奏十分重要 这个是细化到每一次的营销活动 那么第五就是确定你的营销媒介 这个其实就是很简单 我们去哪个 去什么地方去推广 是在微博 是在微信 我们可能在做营销的时候 在我品牌的店庆祝 或者是品牌庆祝成立多少年的日子 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PR文字链 发一个营销的媒介 或者是现在时下特别热门 特别流行的微信的推广 有很多微信的小游戏也好 微信的免费抢也好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媒介 去来铺饰我们的营销信息 这也十分重要 在13年和14年初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是在微博上 去铺饰很多这种营销的信息 来吸引顾客 那么在今年的双十一 这个格局基本已经改变 很多人都是在微信上 去营销和推广他的信息 所以我们在准确的时间 准确的地点 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式来推广 这是作为我们整个营销节奏里边 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第六就是设定销售 销售和营销目标 这里边为什么提到了销售和营销的目标 我们在设定销售目标和营销目标的时候 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那么营销是为销售而服务 但是营销并不完全决定销售目标是否能够达成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在今年做了一个全网预约的活动 在微信 微信端 这个活动的营销目标我们是150%打成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当时做这个小游戏是帮朋友攒钱 我打开链销以后 我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我不愿意去帮助朋友 一个是愿意帮助朋友 愿意帮助朋友以后 他会谈出来你为朋友捐了多少钱 或者你为朋友减了多少钱 也有可能你跟朋友关系 他里边会告诉你 你跟朋友关系不好 你为朋友减了50元 朋友凑足500元的目标变成了550元 通过这种游戏 我们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就是微信端朋友圈的一个刷屏 满屏全是这个小游戏 它迅速的传播速度 在一天的时间之内通过统计 扩散了十多万条 也就是在朋友圈里边刷了十多万次 但是我们的销售目标 因为这十多万次达成了吗 并没有达成 因为我们当时预估是销售5万台 但是最终我们只销售3万5千台 这个不光是营销很多人会感兴趣 但是真正能转化成消费的 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这是我们整个一个单独品类的一个营销 但是如果我们配合我们收视衣的这种节奏 去做这种活动 可能这个转化率就很高 所以我们设定了两个目标 就是销售和营销两个目标 可能营销更多的是对品牌热度的推广 和品牌关注度的 而销售就是跟我们的口袋直接结合 最后七就是设定你的营销预算 比如说我们这次微信端的活动 我们的预算可能只有十万块 那么可能在微信端推广了 那在站内只可能还有三万或者是五万的费用 来做站内的一些赠品 站内的导流 直动车钻展的这种投放 这个是我们需要在有一个合理的营销预算的前提下来做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里边讲的了解你的市场和竞争状况 这是很多人 就是我们在这里边有很多的文字 为什么 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有很多人其实是理解是错误的 那你们看到 就是很多人认清自己的市场 没有认清自己的市场和真正需要是什么产品 什么服务 就锁定了一个酷产品或者服务 这什么意思 就是不接地气 我们做了一款产品 或者我们去做了一个市场 但是这个市场明显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非要在母婴市场里去推广我们的电视机 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家长刚生完孩子 或者是小孩很小 他怎么可能去推广一个电视机 这个应该是在哪个市场 电视机这个市场应该是在20到30岁之间 这种未婚或者是刚刚成家刚买房的这种客户 所以我们整个市场的定位就有问题 你怎么可能去把这个市场做好呢 所以我们在置顶营销节奏前一定要了解你的市场和你的竞争状况 我们看到这里边也讲到一个可以获得的市场是由那些拥有大量没有被满足需求的人构成的 这样他们才会非常踊跃的购买你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你的产品和服务 一个可以获利的市场是可以比喻成为充满成千上万条饥饿的鱼 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投下诱饵 等待他们疯狂的咬食 所以我们市场先要了解 了解完了以后 我们要知道竞品的一些状况 然后我们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一个营销节奏 如果你非要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做一件错误的事 那你肯定是错误的 你永远不会成功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大的时候 我们就讲第一是数据的分析 我们讲小了以后也是按照这个原则 我们首先置顶营销节奏一定要了解你的市场 要分析你的市场 通过分析市场定位 你才能准确的制定出你的营销节奏 否则你所有的营销节奏都是闭门造车 这样的结果 大家都可以想象 效果一定是最差的 那么我们接着刚才讲的认识你的客户 认识客户是实现轻松销售的第一步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强调的两点 不要混淆希望和需求 人们并不一定去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 但是绝大顾客 多数顾客会去购买他们希望的东西 我们这里边举了个例子 有人到商店去买他需要的裤子 结果回来的时候他买的是衬衫运动衫 或者是牛奶 所以他并不一定去买什么东西 就一定会买 他可能会买很多的牛奶鸡蛋 顺手就搭回来 还有一些零食 所以我们在对顾客这块的认识的时候 一定要区分出来希望和需求 有很多顾客可能是需求 但有很多顾客会因为你产品的介绍 或者你的推广吸引了他 而他去购买 而不完全是绝对是需要你这个产品才去购买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这一点 也是很多商家在对用户的认识的时候 在去投放一些直动车 一些钻展的时候 他们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所以你的整个的转化率都会比较低 并不一定我们去定位 他一定是我们的顾客 他就能成为我们的顾客 所以我们要了解希望和需求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怎么去打动那些既有需要又希望去买的顾客 而不是仅仅去打动那些需要的顾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就是从对顾客的认识角度来讲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的转变 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 就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在做的时候要老会员在哪 报款的引流在哪 然后新品的推广在哪 我们老会员的回馈 肯定是在会员中心来做 我们报款的引流肯定是直动车 钻展淘宝客这些推广 那么新品的推广 那就是淘宝的免费领取和店内的免费领取 通过这种方式来促成我们的这种销售 如果你非要在直动车车展去推广新品 我想你的结果肯定是入不敷出的 因为你很难看到一个新品会在直动车和钻展上推广 因为它所提供的转换率是很低的 因为你没有可信任度 除非你这个产品是iPhone6或者iPhone6的Plus 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正确的地方才能把我们的费用 集中我们的火力去打一个点 我们才能突破这个城市 而不是把我们的火力分散 最终我们哪个点也没有突破 而且还造成很大的伤亡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一个合适的地方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创意的信息 创意的信息这里边就讲到一个营销信息 严谨一概 有人称它为什么 电梯交谈或者是声音标志 向你咨询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样的回答 这就是你的营销信息一定要给顾客简单 直接传递出去 而且要有创意 我们通过这种创意简单的理解 让顾客真正打动我们的顾客 这里边其实也包含你所有的营销的材料和推广措施的完整的营销信息 为了更好的让你的营销信息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且有说服力 这个就是我们在营销的过程中 对我们的详情页 对我们的活动页面的一个制作 简单粗暴 时下比较流行的语言 简单的就是一眼让顾客能知道你的信息是什么 一眼能让顾客感受到这个产品我需不需要 吸不吸引我 粗暴就是价格或者是活动力度 很简单 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在双十一的一些营销信息 这是我们双十一某款电视的一个风神之战 很简单 就四个字 风神之战 很多人会感兴趣 什么风神 风神吗 会感兴趣 通过这个的引领 我们可以看到下边 它海尔的阿里云电视价格很有吸引力 然后这就是我们视节脱光派对 突出的是脱光两个字 整个的背景是一个蓝色 是这种比较绚烈的 我们低听的这种背景色 然后价到好处 又简单 又吸引人 首先脱光比较吸引人 再有一个价 价到好处 然后通过一个反差 特别大的颜色 告诉顾客我们是有什么样的活动 又赠又抢又送又货又抽 所以这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营销 一个页面 这是我们双十一当天的活动 一拖到底 抢光就看在这里 也是通过这种突出的宣传语言 而且很简单 下边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很复杂 如果你是一个消费者 你肯定不会先看下边小词 对吧 这是人的一个观看的一个习惯 你肯定是先看上面 如果上面这几个字不吸引你 那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去看 直接把这个页面pass掉 关掉 有兴趣了以后 你一看一拖到底 浅光就看这里 那你肯定会感谢什么东西 开始往下看 抽赠免 然后再看送卷 免费抽免费赠 再有一些产品的细节图 这样就牢牢抓住我们的库客 让我们整个产品和页面的跳转率 时间会加长 最后这就是双11预售之王 点也特别的清晰 就是双11预售之王 王是什么意思 最多 最大 它有很多的这种信息量在里边 王一个字 信息量就这么大 所以很多顾客不会去看双11还是双12 他们只会去看王字 接着感恩具现双11爆量销售36000台 很多顾客就会对品牌和电视有一个很坚定的认识 这是卖的最好 因为它有一个王字 很多人都会感兴趣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做营销的时候 整个的一个营销信息的传递 创意出来的其实都很简单 我们只是把页面做得更绚烂 让顾客觉得更好 更吸引它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确定你的美景 站内推广站外推广 还是我们的微信还是微博 刚才也跟大家讲 那么这就是设立的营销目标 目标对你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刚才也讲过整个营销目标制定这一块 那愿望是一个还没有写下来的目标 所以我们这个营销目标和销入目标是分开的 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营销预算 这里边就是整个一个投入产出比的关系和影响 这个是我们在营销活动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首先它决定你费用够不够 再有一个就是它可以看出你投入产出比是否获利 你是不是投了100万 然后只创造100万的销售 当然这个里边刚才我们讲过有销售目标和营销目标 这里边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去年13年的双十一 我当时做了一个品牌的进口牛奶 这个牛奶当时我们的营销策略就是通过双十一 打造陶内第一进口牛奶品牌 这个牛奶我们当时做了500万的一个销售营销预算 我们的任务当时是做了3000万 当然这个目标是根据同行业来策划的一个目标 来为基础去衡量的 但是我们实际做了多少 确实很不幸 我们当时由于品牌知名度和品牌的曝光率还很小 因为我们这个是6月份登陆的 所以它整个全年的营销节奏我们只有半年 那半年来讲对一个品牌的成长 它还是至少要打一个50%的折扣 我们只做了不到1000万的销售 那这个费比就很高了 将近50%的一个费比 但是还好我们老板对这个还是比较满意 那么今年双十一 我们没有再继续投入这么重的金额 我们可能只投了不到200万 但是我们今年已经做到了进口第一品牌 我们的销售在双十一已经过了3000万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营销目标和销售目标它的差距 我的营销目标通过什么实践 通过我14年的双十一 我把我的费用减少 但是我的销量却大幅的提升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去年的双十一和双十一以后 整个14年的营销节奏做的都很好 所以我在14年的双十一达到了一个爆发 我的销售目标也完成 所以这就是营销目标和销售目标的一个区别 那么同时这里边我们也要考虑的就是营销预算 如果仅仅是营销的预算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超 都达到了50%的一个费比 作为任何一个厂商 一个厂家来讲 这个费比都是高的 高出了一倍甚至两倍 很多公司是无法接受的 但是我们营销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要为后续去考虑 所以营销的目标在制定的时候 我们不要仅仅看到短期的一个目标 我们更重要的是营销的中长期目标的制定 这是配合我们整个品牌增长 品牌成长 关键的费用投入 所以在营销节奏的制定里边 我们在制定营销预算的时候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品牌的发展阶段 或者我们产品的发展阶段 去考虑我们的营销预算 不要完全固化于这种20%的一个投入产出比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营销节奏的一个 这是我们从1月份一直到12月份的一个营销节奏 这是一个茶叶类目的 这是13年茶叶类目的 它的一个销售走势 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出 你整年的营销节奏应该怎么走 当然这个跟它自身品牌有很大关系 但是从整体上是没有任何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1月份 年货大促 春节放假已经到底谷 然后到2月份春茶的预售 然后逐步的到春茶上市 到我们整个店铺的一个店庆 到年终的一个618大促 然后到端午节 然后不断不断的提升 就是在夏天 因为人的饮水量比较大 对这个产业的需求比较大 那么销售这个过程逐步的达到一个波峰 它这个波峰是出现在了8月13号一个大促 这是整个产业品类的一个 813的一个大促 然后通过波峰逐步的回到波谷 然后在最淡的时候是10月份 10月份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要准备双十一 这个时候双十一将成为我们下一个波峰 我们看到双十一逐步的在提升 这就是柴叶类目的一个根据它实际销售的一个全年走势 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营销节奏 我们通过这个13年的来制定14年的 那通过14年的来制定15年的 那我们就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那么看一下这是从传统上来讲 整年的一个营销节奏是按月来的 首先1月份我们的节点是什么呢 是年终大促 谁都知道双诞和年终大促 圣诞节12月24号的12月25号的圣诞节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噱头 它实际销量并不好 1月1号年终的12月31号和1月1号 我们统称为年终大促 最后一年的一个尾巴和新年的开始 我们要中国人要有一个好的盼头 开门红 所以1月1号我们会做一年终大促 这时候的力度相对来说也还是可以的 2月份的情人节 春节 春节前其实是电商的一个淡季 它是相对某些品类还有一定的销量 但是某些品类可能就特别大 然后春节过后 我们大概在正月15前 物流体系基本上是不去送货的 也就是说做电商的人基本上也就修这15天 平常都是节 所以这一段肯定是最低的 但是到了3月份 那么天猫会有它的新风尚或者其他的活动 来开始它一年真正的促销 4月份我们的418大促 5月份5月劳总年 6月份的京宫大促 也就是天猫的年终处 618年终处 7月份 8月份会有一个8月3号的男人节 9月份会有中秋或者是某某的电商节 当然从6月份开始京东开始电庆 7月份是亚马逊电庆 8月份是一号店电庆 9月份是中粮的电庆 当然这些平台可能稍小 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10月份国庆节 国庆节一般受出门旅游影响 它其实这一段的销售不是很好 双十一 10月份为双十一而准备 双十一是我们一年的最高的高峰 然后双十二和双大 那么一年它的营销节奏就出来了 我们迎合这些营销节奏 同时配合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是我们产业的 产业的跟我们刚才看的全年的营销节奏 去匹配 那它的波峰出在 最高的波峰出在813 那我们从备货也好 从销售的费用投入也好 我们可能我们的节点在813和双十一 那其他的节点相对来说都比较大 只是一个持续走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不断的投入 为我们813和双十一排名位置去做准备 那么这一年可能要用半年 甚至8个月来打点最后真正成的就在一个月或者是这两个月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营销节奏 那么我们的营销节奏的原则是什么 依托各平台的一个促销活动 实现小步快跑 每一个都是小步 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小步才能快速的提升我们的销量 这些节都不大 只有在6月份 11月份 12月份才是最大的三个节 我们剩余的这9个月全都是小节 但是这小节我们可以小步的去快跑 增加我们的销量和提升我们的知名度 然后这是我们全年大节情的一个营销节奏 4月418的大促 618的大促 813的年终大促 双十一的狂关节 双十二的品牌盛宴 最后是双弹 然后是1月份的年终大促 这里边我们实施的规划 整个营销节奏出来以后 我们就实施的规划 就是促销 引流 推广 活动 页面 购买 流程 当然这些都是基础运营的工作 所以营销节奏 通过这三个节点来做 第一是品牌自身的全年的营销节点 你的单望地你自己是很清楚的 第二是全年的这种小节 我们小步快跑的 整个全年的规划 我们在每个月都要制定每个月的促销规划 针对每个月的促销规划 每个月的这种促销方式的不同 制定我们的促销规划 最后就是我们这七大节 这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的 这七大节 一旦你把握住 你这一年的销售就能出来80% 所以我们连整个的营销节奏 按照这三个维度去做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一个案例 这是我们某款商品的一个双十一的一个促销活动 我们当时的主题制定了一个叫爱上简单 1.1折起狂欢 1.1折就迎合双十一 4个1我们只是两个1 更吸引人 那么它分为4个阶段 首先是10月20日到31日 这叫预热第一波 我们要有一个预热的过程 这是所有的活动营销的节奏都要有预热 预热第二波正式开抢 最后是收尾 我们第二波预热是在11月1号到11月10号 这个预热其实比我们在10月20号到31号 这个预热更多的是一个宣传的预热 而1号到10号预热更多的是我们的预付款的预热 其实这是一个收钱的过程 我们通过这个阶段收了很多预付款 到11月11号彻底爆发 让所有的顾客把尾款交出 同时参加11月份 11月11号的活动 这就是我们的爆发期 11月12号到15号 这是我们收尾的过程 收尾的过程涉及到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好评有礼 订单催付 有的人可能11月11号没付出钱了 我们在后续的过程中可以告诉顾客 我们的双日一活动截止到15号 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您还有机会来付款 增加它的销售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20号到31号 叫贯穿预热期的噱头 通过线下的店铺 社会化的媒体SNS等派发优惠券为活动造势 其实这就是一个营销 推广 让顾客知道我们双日一要做什么活动 然后通过会员的关系管理 派发活动优惠券 给顾客50 100 5 10 各种各样的优惠价 让它在双日一当天过来化 然后这是我们的实质性的阶段 叫做强势出击 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预售商品开始付定金抢购 提前锁定双日一的销量 这样我们就可以预估出我们双日一大概能卖多少钱 和我们的某某官方旗舰店 然后我们的品牌旗舰店 然后联动吸引顾客 当然我们这是一个大品牌的 所以它有两个官方旗舰店 第三 就是公布双日一的活动商品的活动价 并再次放出双日一的专享优惠券 还是吸引顾客 这个过程还是不断的在吸引顾客关注 吸引顾客付款 吸引顾客来购买 最后我们的爆发 双日一当天爆量 分时段抽奖免单 一点钱购买用户 两点公布抽奖结构 以此类推保持全天购买活力 我们做过一个双日一的整个的策划 里边讲到了 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双日一 其实它是一点到三点 基本上是一个疯狂的购买阶段 它能够占到整个双日一当天销量的一个30%或者50% 那么在三点以后 人们逐渐的去睡觉 到八九点钟醒来的时候 九点到中午的十一点左右 又是一个疯狂的阶段 那么到十二点人们开始去吃饭 到下午的三四点钟又开始有一个疯狂的阶段 然后是下班 下班以后七八点钟到家 然后一直到十二点 又是一个疯狂的阶段 所以它分几个阶段 但是这些分段不能因为顾客的分段而我们去分段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策划里边是分段抽奖免单 每个时段都有 这样可以吸引不同的顾客 限量商品分段抢 就是全天十二点一点 然后八点十点等 根据人流最大的时候去抢 然后是购物达人 当日零点到十二点和十二点到晚上的十一点五十九分 购物最高者享受一千元的现金反 这都是吸引顾客的 然后就是活动的催促 促销活动当天成交的转换率 这是我们去提升转换率的 然后最后是我们的收尾的过程 这里边会有好评有礼 收到货以后给五分好评享受五元现金反 然后订单的催付 针对的是依旧没有付款的用户 进行电话的回访 把这个订单坐实做到我们的销售里边 这就是我们整个双十一的一个节奏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节 就是一份有效的营销节奏计划 是实现营销成功的基础 可以让我们清晰的一年的每一个阶段 需要准备什么 做到营销的有利方式 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营销节奏 在我们营销规划里边 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 请不吝点赞cast do么 crude 对 说明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